各国国会议员陆续下车进到饭店 他们都是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全员 IPEC年度峰会今天上午在台北的军乐酒店正式登场了 但是上午的议程却因为蓝白两党的立委们缺席 导致民进党的委员们也不能进入 爱与组织规定要入会需要朝野政党人士都参加才行 今年地主国是台湾 据了解主办方原先打算特例让台湾的立委们 上午的内部会议也能与会 但是国民党自始至终没打算派人 民众党原先要派立委吴春城来 结果也没到 只好通通待在外不得其门而入 主国却因为我们内部的因素无法与会 不能去怪罪别人 这个是我们台湾自己内部的问题 那我们也希望在野党站在台湾的利益 站在台湾的价值上 而不是单纯畏惧中共的淫威 害怕中国不高兴就不敢参与 指控我们民众党不参加今天的IPAC会议 这完全是错误 我们本党本来就有两位委员有报名参加 就吴春城委员跟陈昭芝委员 但因为第一段是属于这个IPAC的内部的会员的会议 所以我们不是内部的会员本来就没有参加 民众的立委陈昭芝忙着解释 不是没到只是内部会议不方便到 不过传出国民党团缺席 不是因为党团没收到秘书处转发的邀请函 而是传到总召傅昏奇的手里 党编一句这个我们不参加为由 导致蓝银党团的人统统不知道 无言啊 内部独裁的政党 那傅昏奇一个人就可以垄断 推给傅昏奇一个人 也是这个政党内部的委员怠惰 有本领带这么多委员到北京 到中国去见谁 去阻止大家在这里借国跨党派国会议员 现在国民党是这样子明目张胆的和中共来唱贺吗 居然自己阉割放弃参加这样国际场合的机会 各国会议员不为中国打押来台 国民党却执意不去 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民事新闻林津吴俊德台北报道 自选三自由订阅您最需要的频道内容 自选五十自选二十 想看最正确最及时的新闻内容 民事新闻台是您最重要的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混迫 王闹